怎么每次和你出来约会都这么小心啊 好了宝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下次我一定不尝你 你说的啊 下次一定不能放我鸽子吧 我保证 这么多年你还真是零嘴文 你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我喜欢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我喜欢有男人味的 有责任心的 我去 不会撞上了吧 我刚花一百多万买的新车 哎呀呀呀 哎呀装死我了 救我先生你没事吧 如月快打120 灵雪打什么120 这哥们距离这头一米远 根本没撞到他 是他自己摔倒的 哎呀是什么 要不 我我们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我我我我我怎么在这儿啊 装接着装 哎哎 你们抓我哎呦不得不好 不得不好 你们要不要点啊 明明是你自己突然冲出来 他说是我们撞了你 怎么没撞死你呢 呃这位先生我们会负责的 你不要呃我们好不好 哎我说你能不能快点 你耽误我的事怎么办 大姐啊 你没看到前面堵着车呢吧 哎我说你喊谁大姐呢 你换别的路走啊 不好意思大姐啊 您稍微的等一下 我不管啊 你赶紧想办法 你耽误我的事啊 我就投诉你 我下去看一下 这不是大明星苏林选吗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新闻 撞了人还想跑 哎呀呀呀呀 你是大明星对吧 那正好 不让你配的秦家当场 你们哪里别想跑 别想我们走 给钱放开给钱你放开 我给你钱 够吧 什么年代了还在这里 呃那你要替这两个贱人出头啊 你再这样说话的话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哎呀 他们他太猖狂了 撞了人还想跑 现在又要打人 大家快来看一看 他们撞了人又想跑 还有玩法吗 还有天理吗 哎 你这额头上的血 怎么还没干呢 大叔这是什么意思 这说明啊 他的血是假的 哈 你要识相的话就赶紧滚 否则的话 我让你上热搜 你你你你 胡说八道 我的行车记录仪可都记录着呢 我告诉你 少管件事 你要不走的话 我马上报警 滚 用车枪 还不快走 谢谢你啊 我还没加V呢 他怎么就走了 灵雪 你不会迷上那个大叔了吧 他就是一个不如流的网约车司机 你是一个大明星 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啊 老张啊 你这车都一个月没洗了 你要是没钱洗啊 你跟我说 老队长不用客气 赶紧再洗 你这是越穷越抠啊 省下那么多钱干什么 攒下钱想再婚呢 啊 未来我们四海集团 将大力推荐发展慈善 这个美女总裁 真是太厉害了 那我女儿 你这也是 太吹牛了吧 她要是你的女儿啊 我管你呀 叫一声 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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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怎么关机啊 我手机没电了 在车里充电呢 还好我查了监控 要不然我还因为你出事了 能不能让我赏点心 张叔 您别再胡闹了 行不行 如今四海集团 马上就要跟 炫腾集团合作了 您要是被人看到了 会有多大影响 您知道吗 这太丢人了 我丢什么人了 一不投二不抢的 您想安度晚年 我们不拦着 可要是被外人看到 还以为 我抢了您的女儿 故意把您赶出家门呢 我老公他 还没结婚呢 就老公老公的叫 我准备和宇童 开一家影视娱乐公司 到时候 我多签几个女明星 您要是相助哪个 就娶回来给您当老婆 怎么样 你以为是皇帝选飞啊 你可真孝顺 今天还有同学的生日宴 要参加呢 那我先走了 哎张叔 让陈秘书开车送你吧 撑撑场面 免得到时候被人瞅不起 到时候再说 老张 真是 深藏不顾 问题在这吧 让老同学们看到不太好 没必要对那老同学 遮遮掩掩吧 我 只想要那份同学行啊 更检测一些 哎哥 你帮我查一下那个 叫苏灵雪的恒星 我想要他的一切信息 哎呦经理 有个网约上司机非要应闯咱们酒店 要不要 我找几个保安教训他一下 哎呦 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参加老同学的生日宴 经理 你认识他 不长眼的家伙你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不要戴着有色眼睛看人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个人至上 你知道你今天得罪大人公是谁吗 他就是 对 他总叫我这个四哥 对不起先生 是我狗眼看人低 冒犯了您 请您原谅 年轻人容易犯错理解 好了 你去财务啊 把工作也领了啊 明天不用上班了 滚 让你笑话 交流啊 哎 现在打工组都不容易 不如网开一面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好 多年不见 你看谁来了 我们有20年没见了吧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干杯 楚兰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百年血运 祝你越来越美丽 永保青春招 谢谢老班长 有心了 张敏 你送楚兰什么生日礼物啊 哎呀 我猜 你也拿不是什么值钱的礼物啊 啊 先生 我们这里是七星期酒店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更不是 你能还乞讨的地方 小伙子 我误会了 我是来参加老同学的生日宴的 好好好 那我们酒店有规定 进酒店的人必须着装得体 哎呦 不是咱们班的校草民歌吗 好久不见呐 老同学好久不见 七月二计 七月二计 别弄脏了我这进口的高档西装 老张 我不是说你啊 今晚可是咱们班搬花 楚兰的生日晚宴 邀请的都是咱们高中同学呀 我说你也忒海酸了吧 扒了一下自己嘛 我觉得我穿的没问题啊 咱们是老同学聚会 没必要穿那么隆重 张敏啊 这可是七星期酒店啊 是你这种开网约车司机进来的吗 网约车司机怎么了 这不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我以前也经常在这里吃饭 看你个孙初嘛 你还要不要这张老脸吗 啊 他经常来这吃饭 你以为是你家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咱们都是老同学 没有必要去员 你听我一句话 马溜溜回家 免得在这把牛皮吹大了 闪了舌头 小巴 咱们进去吧 拦住 老头 你可别看我给你留情面啊 你要是硬我 我可就动手了 瞅瞅瞅瞅 什么事啊 班长 我不是提前在群里头给大家说了吗 不用准备什么礼物 只要大家有空能来 拒绝就行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有些人不送礼物是有情可原 可是咱们班的大帅哥张明 他必须要送你生日礼物的 毕竟你暗恋他这么多年了 你 怎么也得有个表是不是 哪有什么暗恋 来的太匆忙 确实忘了准备隆重礼物 这是网约车平台限量版的会员卡 终身五折 就当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 张明啊张明 你是越来越有才了呀你是啊 送生日礼物 能送出来打折的会员卡 这卡是不是你家祖上传下来的 像我们这种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那出门谁打车呀 你开网约车这么多年了 你接待过几个像我这样 有钱有钱有事的大老板呢 打车怎么了 迅能集团的老板也打车 三十年了哦 你这爱吹牛的毛病怎么老改不了啊 我儿子那可是鼎鼎大名四海集团的总监 总监呢 我炫耀过吗 我炫耀过吗 你儿子能当上四海集团的总监 他的确有过人之处 要不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你跪下来求我 我也可考虑考虑 把你的孩子介绍到四海集团 去打打砸吗 总比你开网约车 要挣钱吗 老伯爵 你的心我领吧 我的女儿就是四海集团的老板 我没有必要给她介绍工作吧 哎呀 哎呀 张明啊 你别吹牛了行不 就因为你管不住你这张脖子 你的女同桌 王秋雅自杀 哥 你看你 咱们这位张大帅哥 当年可是咱们一般的 风流浪子哦 现在这样子不算啥呀 哎你们还记得吗 当年秋雅跟着早恋 害得起来被人堕胎 你这我我我还怕你不成 哎呀再说了 你敢做敢当吧 想当年那黄秋雅可是18岁的黄花大闺女啊 哎就被你给招打了 他就是个人家人家啊 怪不得你当年结了婚以后 刚生完孩子 你老婆就跟那个外国人私奔了 哈哈哈哈哈哈 滚蛋 不 他他奶奶的你敢打我吃了酒精包子的狼狼啊 你打了别打了 啊 他怎么打人呢 小小鼠呗我起来话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跟我儿子打电话让我儿子带人来 把你废了老板的啊 我勸你啊 還是不要太衝 走走走 後悔啊想要求饒晚了 我現在就給我兒子打電話啊 你等著瞧 兒子我是你爹 快快快來第一晃大酒店 你爹讓人給打了 老趙 不如你爹班長道個歉吧 事情那麼大了 離大家學歷不合 放心我會有事 姓紮紮 你就嘚瑟吧啊 兒子來了 要付費 班長 算了吧大家都是同學 沒必要鬧那麼僵吧 我跟你說 你別護著這個開網約車的廢話 認識兩個半人咋啦 就叽叽喳喳啦 你有啥話說你裝啥 是哪個郭小眼的媳婦我爸 兒子 想死嗎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四海集團的總監 蕭辰 我爸 是看在你們老朋友的面子上 才來參加的同學聚會 我奉勸你們啊 趕快跪下 給我爸道歉 跪下 說你呢 就是你 起步吧 你 你可真是有一個好東西 張老 對不起 我原來不是太生 冒犯了你 哎呀你傻了 你給他跪上起來 爸 這是我父親你放屁 我跟張苗廟二十多年了啊 他就是個吃軟飯的 我能追訓 他老婆跟家跑了 跟家外國人跑了二十五年了啊 那個女兒現在在國外 可能也跟老外同居了 不回國了 臉都丟到國外去了 爸 別說了 我告訴你 你怕他啥 他這個開網絡車的 你可是四海集團的送你間了 是啊 我叫他哎 爸 老實 老實 爸 你還不明白嗎 那是我們四海集團的創始人 也是我們董事長的親生父親 不是你 包太慘了 老闆打 你不打我了嗎 救你了給我個機會 何必如此啊 教室 這裡沒什麼事了 你上班吧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怎麼走 哎呀 謝謝張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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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先走了 你們聊 張老闆你你慢點啊 幸虧你啊張老闆 沒跟我一般見識 我差點就住成大錯了 秋雅 時間過得真快啊 你已經走了二十五年了 但是沒想到 二十五年的今天 我竟然能遇到一個 跟你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喂老總 你讓我調查蘇寅雪的資料 我調查過了 蘇寅雪二十五歲 原金海蘇氏集團千金 十年前蘇家家主去世後 蘇家便破產了 然後呢 她從金海電影學院畢業後 進入勇士行業 短短三年 便一月成為最火的一線小花 而她的母親就是名的高中同學 現任蘇家家主楚蘭 不過蘇嬌姐現在在一個人住房子住 稍後我可以把她的地址發給你 哎 老婆 為了那個欠益金標的項目 你忙活了幾個月了 我看著都心疼 不如把它交給我吧 你等好消息就行了 謝謝老公 你說我把都督網位車平台收購了怎麼樣 然後再把我爸給開除 這樣他就不能開網位車了 那他要是簽約別的平台呢 那就把所有的網位車平台都收購了 這樣不僅能方便用戶 還能看著點我爸 老婆 你可真聰明 那我讓你看的那些短視頻 你覺得怎麼樣 不如 我來檢查一下吧 Boss 恭喜您 成功拿下整個亞太地區的競標合同 您唯一的競爭對手 華國金海市四海集團 已經被您成功擊敗 確實是個好消息 如此看來 離我的目標 很輕 Boss 我不明白 為什麼您如此激丹四海集團 據我所知 四海集團的董事長 不過是一個25歲 你修律真的黃黃鴨 他還不配做您的對手 莫莉 你這就不明白 其實在這四海集團背後 還有一位真正的爸 他就是曾經斥炸 華國互聯網市場 多年的商業巨頭 他是您的朋友嗎 不 他是我真正想擊敗的對手 數評短劇最大特點就是 喂爸 我在開會呢 今天迅腾竟然來公司 談一筆大業務 您沒事不要給我打電話 信不信 這個事不重要 今天是你爺爺和你奶奶的忌日 你沒事趕緊回來 怎麼不重要 集團剛剛損失了 一個一千億的競標項目 我好不容易說服 馬總來談戰略合作 您不要給我添亂 馬總 不好意思 是我父親來跟我打電話聊軟事 張總 既然您父親找您有急事的話 不如我們改天再談 沒什麼大事 我們繼續吧 好 從今年的市場數據分析可知 2023年是影視行業回暖的一年 也是短劇爆火的一年 尤其是 不愧是世界十大傑出經驗 他真的太想你了 未來可欺 老張好久不見 你帶這麼多保鏢過來 不像是見老朋友的架勢啊 哎呀 老張我現在這身份也不一樣了 多帶一些人也就多一份保障 你啊還是老樣子 但我沒想到 你現在都喜歡搞數評短劇了 只要是能夠賺錢的生意啊 我都中了呀 哈哈哈哈 但我還是希望 你不是因為看在我的博物面上 才和四海集團合作的 你女兒就有你當年的風采 我有理由相信 她將來啊 一定比你強 哈哈哈哈 這句話我喜歡聽 你 你再說一遍 你就喜歡存我是不是 今天晚上 你看我不慣罪你 喝不慣我 哎 這可是你說的啊 走 今天晚上 看咱們不醉不歸 雲飛 競標的事情你做得很好 接下來開始執行A計劃 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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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我 你們這麼怕我報警嗎 蘇小姐 別斟掌了 你們老闆 已經把你賣給我們 副會長了 你不就是一個女明星嗎 裝什麼 春情傷女啊 放開我 救命 救命 別喊了 沒有用的 今晚 你是跑不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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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們都給我停下來 我警告你 學你朋友 時尚點 早點滾 不然的話 隔幾個 對幾個 不客氣了 年輕人 我勸你不要太棄勝 大師爐 你恨牛嗎 你不怕死嗎 為什麼我 給我殺他 大叔 你怎麼來了 四小姐 你沒事吧 他們給我下了藥 我快不行了 笨蛋 你是誰 該動浪的女人 笨蛋 你是誰 該動浪的女人 這位先生 不如我們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吧 這是我和蘇小姐之間的事情 肯定 有什麼關係 別認我 要不然你會死得很難看 大叔 這些人是你惹不起的 你快走 別管我了 這件事情和大叔無關 只要你們肯放了他 我跟你們走 找這麼乖乖的 可不可以讓我動粗嗎 大叔 你是個好人 我不想連累你 你快走 四小姐 四小姐 我不會丟養你不管的 這就不只是發酒 你一個汪洋之四季 還要是英雄嗎 他和你什麼關係 難道你不怕死嗎 如果我說我是他的男朋友 你可以網開一面嗎 哈哈哈哈 你想是英雄 我給你個機會 讓我們把你打爽了 我就放過他 哈哈 大叔 別管我 哈哈 出口的藥就是好 幾分鐘就減少了 英雄 你不是很厲害嗎 我看你連死都不知道 怎麼死的 鄭先生 說吧 你想要多少錢 我都可以給你 只要能放了我和蘇瑤姐 你一年才挣幾萬塊錢 還要從大塊嗎 我不會騙你們的 你只要說個說 我晚上就讓秘書打給你 那我告訴你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接下來我會把你打死 我會把你的明星女朋友 我和我的手下慢慢地玩耍 哈哈哈哈 殺了他 喂 們 感動我的老朋友 也不掂量掂量 你自己是什麼人 老長 按理說以你的身手 你還湊不過這麼幾個阿貓阿狗啊 我老爛 我勸你們不要多怪生死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全球商會聯盟的副會長 這片大老 就顧浩天組織的全球商會聯盟 顧浩天 哼 怕了吧 哈哈 怕了吧 小小的華國 東亞背負 連給我們全國提醒的資格都沒有 哼 區區淡丸之地 你才跟我華國相提並論 今天我就叫你知道 什麼是人 龜宗 老闆 讓我來 你別動 你的女朋友 你在我的手裡 你要是乾咯 啊 我快 求求你 饒我一命吧 老實交代 你為什麼要強迫蘇小姐來陪你 是誰安排的 蘇小姐的經濟公司 和我們上會簽署了 一億澳元三年的單元合同 他們的老闆 為了表示感謝 特意安排蘇小姐今天晚上陪我 不是我強迫的 那蘇小姐本人知道這件事嗎 蘇小姐並不知道 陪水這件事情 是很遠多人的 瞧姐每個月陪水第一次 沒有想到蘇小姐她 平時不錯 所以我才想要我對這個法師 我均均舒適 那你為什麼來金海 這次是混帳大人 派我來華國 考察一下四川 宋扁和四海集團 讓她喝醉 金海事實 最後一戰 顧浩天這個老傢伙 真是賊心不死 你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怎麼會認識我們 不會的 你們到底是誰 老馬 剩下的 就交給你來處理了 放心交到我身上 以後在青海 我不想再見到他們 明白 臭書 別走 陈秘书 给猪灵雪的经济公司 叫老板打电话 记住 一定要帮他和平解约 不约金 就由我们来付 是 他真的太想救养了 我怎么会在家里啊 大叔你怎么来了 那昨晚是大叔送我回来的 会吧我们不会已经 怎么没人啊 我都还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呢 小姐你醒了 大叔你怎么还在我家 你还不穿裤子 昨天晚上 我把你送回来以后 你吐了我一身 我把衣服全都洗了 然后我就 在这个沙发上睡了 看来是我误会大叔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 大叔是个好男人 谢谢你啊大叔 客气啥 赶紧坐下来吃饭吧 好 感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我敬你一杯 客气啥 他谁啊 不晚了 没发生什么事吧 说什么呢 你了解他吗 万一他跟那帮人是一伙的呢 小翁吧 我们俩没有发生任何事 我是在那个沙发上睡 我不叫小王八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叫王富贵 好了小贵子 我姓张 叫张明 你也可以叫我老张 王富贵 放完菜就赶紧出去 我不走 我要在这啊 盯着你们俩 不是张明 你是不是不意的 你以为你救了灵雪 我就会赶紧你一辈子 你不就想要钱吗 来来来 你这种人啊 我见的多了 随便填 拿到钱以后啊 离我们家灵雪远点 少一分钱 十个亿 是你签字 还是你们公司报销啊 你个没见过世面的网约车司机啊 你还真敢试着打开口啊 十个亿 是吧 我让你十个亿 我让你十个亿 差点忘了 这你气死我了 我来呢 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公司正式解除 长达二十年的经济约 我那十个亿的违约金怎么办 公司主动解除合约的 有什么违约金 还有下午啊 四海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咱们找机会跟四海集团签约 你这辈子呀 就不用愁了 请求我可以帮助你 王傅 你真的认识四海集团的老板啊 认识 二十年还能收 哎我去张明 你别吹牛了行吗 我都替你扫得慌 你知道那四海集团的老板是谁吗 我说 你知道是六 小魏子 不然 怎么打个主啊 好啊 谁约到见面的机会 对方就喊谁一声爹 怎么样啊 好啊 那我等时一下 不是你爹 不是你爹 儿子儿子 我是你爹 快点快点快点 你爹本应了 你躲着瞧 最新消息 今日凌晨 在南郊发行车祸 恶有恶报 所以这名叫顶边大老 boss 华国传来消息 我们的副会长已经不幸离世 一个个求国小小的棋子 我还有更重要的人选 您是说四海集团的副总裁赵云飞 还是你懂我 哎呦我去张明 你可真有不客气的 谁让你跟灵雪坐一起的 哎小柜子 有什么不妥吗 我是经纪人 不是司机 哎 你不是开网约车的吗 来来来 你来开啊 你这个车我不会开 你逗小孩的 好了王副官 你开车吧 我是你爹 我是你爹 儿子儿子 我是你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雨桃 你爸现在的私生活 是不是有点太随便了 我查到他昨晚住进一个女明星家里了 你说什么 我爸去谁家住了 是当红一线女明星苏玲雪家里 我看 张叔也不像你说的那样本本分分 都背着你偷得跟女明星同居了 这事儿要是被狗仔暴起去 肯定会对我们四海集团的声誉有所影响 怪不得陈秘书安排他来一起 原来是搞定了我爸 这老头也真是的退休了也不让我省心 净给我添乱 算了 四海集团跟迅速局团的战略合作发布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好好准备一下 我先出去了 张总 张总 我是苏玲雪经纪人 想跟您谈谈独家签约经纪的事儿 陈秘书 等下我和董事长还要展开新闻发布会的事儿 不要让外人打扰我 是 张 你有预约吗 还有预约呀 这倒没有 您通融一下呗 我们家玲雪啊 可是一线当红小花 这档期呀 很难约的 没有约的话 张总是不可能接待你 张明 你不是说你有人脉吗 张总就在眼前你都说不上话 你不好使啊 等一下就开新闻发布会了 人家没有空也很正常 顺其自然就好了 大叔 我们去会场看看吧 好啊 此次我代表迅堂集团与四海集团签订千亿战略合作协议 并且于2024年我们与四海集团将一起全面进军数评短剧的国内与海外市场 感谢马总发言 请所有人相信 我们四海集团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哎 张总马总麻烦你们接住他牌场啊 我让你再给一个人脚起来 为什么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双赢啊 混蛋 带过来 你脱火 怎么了 不是你你把手拿下来 去你的 哎 拿下来看看 嗯 用过的 嗯 别嫌弃啊 好了没事 见不到也没关系的 啊 气死我了 苏小姐张总想见你 会怎么来 谢谢你 必须的 那我就先去了 嗯 加油 当明儿啊 你该叫爹了 你要干什么 你告诉你别胡来啊 你 你要干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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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我不喜欢拿的 你别误会 你干什么 给你个死变态 怎么会这样按理来说 我们战略合作的新闻发布会 已经公开直播 股价会大涨了 怎么会下跌呢 张总淡定 出现这样的结果 其实 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 马总 您早就知道 我们四海集团的股价会下跌 那您为什么要跟我们合作呀 难道是因为我爸 哎 说起来我跟老张 虽然是几十年的好战友 老朋友 但是 这次我之所以选择 跟你们四海集团合作 其实是我看中 短剧未来的前景市场 以及 张总你个人的能力 与令尊无关的 难道是 有人故意要搞我们四海集团了吗 小张啊 知道我家灵雪 为什么能快速走红吗 或许 他不是针对你们四海集团 更不是针对你 是针对你们迅腾集团 也不完全是 你想吧 如今 我们迅腾和你们四海 恰恰是统一战线上的盟友 他四海集团的敌人 当然也就是我迅腾集团的敌人 而这个敌人 就是全球商会联盟组织会长 顾浩天 我们和那个老家伙一直不对付 但是这么多年 他一直未对四海集团有过不当之举 他顾浩天被称为丑国华尔街金融之狼啊 我相信他的手段一定会非常硬度 昌总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四海竞争整个亚太区千亿级别的大项目 怎么就轻而易举的会失败 还有 他大恒集团却能以少于你们四海集团 一千万的这样的微小差距 轻而易举的拿下竞标项目 这件事情 您就没有自己真准过 是四海集团有内鬼 董事长 苏小姐说他一会就过来 好 这样张总 这边我就不打搅了 先走了 张总 打扰了 苏小姐 听说你跟双家公司闹得不太愉快 张总 您大概是听信了小道消息 我跟前公司是和平解约 是我带着经纪帮我去谈的 我还不太清楚 不过 我前公司的行事手段 我确实不敢苟同 不敢苟同 苏小姐 你是真的不知道你上家公司为什么要跟你解约吗 没想到你还挺有心机的 为了上位攀高知 无所不用其机 张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手段我已经见识过 坦白讲 我不喜欢一个不洁身字号的艺人签约到我们四海集团 张总 不好意思 我苏林雪行的端做的证 向来都是凭自己的本事闯荡娱乐圈 我不管你从哪里听到的谣言 我希望你口下积德 告辞 集团股票下跌 即将博盘 下面有千亿股闹市 保安会顶不住了 你说什么 你们黑心的资本家 还我们血汉钱 你要我们怎么办呀 还我们血汉钱 什么意思 不得好死 你们这帮黑心的资本家 为了割酒菜 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都是你害的 我亲家当产买了你们四海集团的股票 一夜之间突然连续几个跌停到腰斩 你们这些黑心的资本家 活不得好死呀 还钱 我就是四海集团总裁张雨桐 原为就是你 张总我们报警吧 不能报警 这事要是暴露出去 对我们四海集团的影响极其不好 你们这帮土鳌 四海集团是你们能来闹事的地方吗 多多助手 听见没有 我们董事长让你们住手 谁 谁 连你姑奶奶我都不认识 还敢在这里扇风鼎 我看你是沼泽 谢谢你啊 小意思 张总 张总 四海集团的新闻发布会刚刚落幕 股市就大跌 你不觉得这是事出蹊跷吗 是不是意味着 四海集团所谓的战略合作协议 是一种变效的洗钱方式呢 我们四海集团和迅腾集团的合作 完全属于正规的商业合作 请大家不要以额传额 您作为四海集团的董事长 是不是故意通过战略合作 来抬升四海集团的股价 只为割一拨韭菜之后 就逃到国外去享清福呢 我在这里正式声明 我们四海集团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请大家相信我们 我公你走下来了 亲爱的 别怪我心狠 从今天起 我以四海集团副总裁的身份 正式通知你 你不再是四海集团的董事长 赵云飞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算计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算计我 亲爱的 你还年轻 那么大的一个集团 你把握不住 你一个女人 割完韭菜 就跑国外享清福不好吗 非得再骗可怜的股民们一波 喂 老总 不好了 一群股民 在他们集团下面闹事 恐怕四海集团 难逃一劫呀 知道了 给你妹妹打电话 让她诉说回国 好 赵云飞 你连自己的女朋友都算计 你还算什么男人 你别忘了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张董事长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是你经营不善 没能力管理好集团 才给集团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失 而我是在听你说是乱摊子好吗 赵云飞 你从一开始接近我 就是为了四海集团对吗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眼下最重要的是 只有我 赵云飞 有能力给所有股东一个交代 帮公司度过眼前的难关 明天上午十点 我会准时召开股东大会 记得来啊 好 你等着 我不会三把甘休的 赵云飞这么多年隐藏得太深了 想要搞垮四海集团 他休想 小小气 事情啊 就会得到解决的 我苏林雪生平最讨厌渣男 四海集团愿意再次考虑签下我 我希望有机会和您一起 手撕渣男 共度难关 你倒是喜欢往火坑里跳 就不怕受到牵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相信凭借张总的人品和能力 不可能任由渣男思义妄为 我赌的 就是这个 看来苏小姐和张总 你们都是女中豪杰啊 我老马呢 也不能说袖手旁观 接下来呢 苏小姐 只要您能顺利签约四海集团 就可以顺利的邀请您 来当我们旗下 手游的全球代言人 意下如何 马总 您为什么这么帮我呀 毕竟啊 我们都是同一个战线上的盟友啊 感谢马总支持 苏小姐 欢迎您加入四海集团 合作愉快 哎呦 灵雪 你怎么才出来啊 因为我跟张总聊得很好呀 呢 我已经跟四海集团签了十年的独家经纪约 签了就好 什么十年 你疯了吧 这四海集团要是倒闭了 你的星图可就跟着毁了 还顾着的去签约呢 相信我没有人可以让四海集团倒闭 BOSS 四海集团的股价已经跌破历史新低 恭喜你 你的目标即将达成 游戏才刚刚开始 林老弟 你一手创办的四海集团 老哥我呀 收下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手创办的四海集团 老哥我呀 收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气死我了赵云飞那个混蛋 这么多年一直在骗我 居然还想夺走四海集团 乖女儿 你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早就跟你说过 谈恋爱可以 不要让他参与公司业务 你就是不听 当时我以为他是为了我好 想替我多分担点工作 谁知道竟然是引狼入室 你现在醒悟也不晚 你少喝点 老爸你放心吧 你当时把四海集团交给我 之后我就答应过你 一定会把他越做越大 我一定不会轻易被打趴下 我给你 你就倒着那我钱装 老爸我 你保护好你一杯子的 陈秘书 该到我们出售的时候了 陈秘书 你说四海集团真的能帮到我吗 没有问题 只要你把所有股权 全都转让给四海集团 四海集团一定会帮你 铲除那些账来 要不是看待张雨通 他爸的面子上 你觉得我们这些老股东 会给他卖命 现在舆论上已经传出来 我们四海集团 成了割韭菜的诈骗组织了 我们四海被毁掉的声誉 他拿什么补偿 这小丫头越来越任性 这就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当初我就不同意 让一个丫头骗子来当什么董事长总裁 也不知这老张啊 他怎么想的 他疼爱自己的女儿 也不能拿我们整个集团的命运 来开玩笑啊 我觉得老董事长有他自己的考虑 张总啊 是个干练的女强人 行了 不懂了 现在股东大会正式开始 首先 我作为集团的第二次的人 提出将四海集团 并入大横国际集团 以此来挽救四海集团 走出困境 重获新生 大家有个想法 大横国际 顾浩天 没错 正是此人 他将以数千亿欧元 对四海集团超过一半的部分 进行收购 我同意 那我也同意 很好 既然全票通过 那么我宣布 此决议将正式 我同意 董事长 您终于来了 小陈子 让你担心了 张雨桐 就算你来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 张云飞 我手上有35%的股份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有一票否决权 你觉得你能永远猖狂下去吗 张雨桐 你不要太放肆了 这里是股东大会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我现在还是四海集团的董事长 轮得到你在这大放厥词吗 混蛋 副总裁 请自重 张雨桐 就算你有35%的股份 可这里所有股东的股份加在一起 足足有38% 你一样没有任何话语权 那又怎么样 赵云飞 我不管你背后的人是谁 我劝你别太得意了 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吗 多行不义 必自闭 年纪轻轻 你如此猖狂 你但凡有你爸一半的魄力和能力 咱们四海能成这样吗 张雨桐 我们这些元老 早就看不惯你了 你要是识相点 赶紧把手上的股份都交出来 我提议 将张雨桐赶出四海集团 撤销 其在四海集团所有公司 所担任的执行董事 副总裁 请等一下 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请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是在半小时前 四海集团 详制收购回流27%的股份 四海集团以62%的绝对股份 控股四海集团 你到底是谁 国际四海集团 华国区总负责人 陈东梅 董事长 四海集团的数债 正常大了 这不可能 赵云飞 您那点小企量 根本不顶用 不如现在给你背后主子 打个电话 让他出来走两步 躲在后面当个缩土乌龟 算什么本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诸位集团元老 你们考虑清楚了 该站在哪一边 要么老老实实地 为集团鞠躬尽瘁 这样等你们老了 我还能让你们安享晚年 要么 现在就给我滚出四海 现在 请举手表决 免除赵云飞 副总裁一支 并赶出四海集团的 请举手表决 我们同意 你们这些叛徒 赵云飞 你血口喷人你 你陷我们于不义 四海不怀疑你 滚滚滚滚滚 你们给我等着 陈秘书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这回更让我见见那位 大名盯紧的全球首富了吧 郭总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你说什么 计划失败了 四亚集团强势出手 对四海集团绝对控股 我已经被踢出局了 好 很好 是那个四亚集团吧 我真没想到 他们居然染指华国的生意 你等我消息 我准备回国 一定帮你夺回你失去的一切 这个老东西 怎么能结识四亚集团呢 包子 你还好吗 好 莫莉帮我订一张明天的机票 我要亲自会到近海 获得我之前那个老胖了 好 那位神秘的全球首富 叱双一届几十年 他可是我的偶像呢 那我相信 你这跟这个大人物会面 一定会很感动的 感动倒不至于 倒是可能会激动的铺上去 求签名合影吧 那他一定会很满意 小鑫 乖女儿 你来了 爸 怎么是您 您真的是四亚集团的董事长 爸 怎么是您 您您真的是四亚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 你老爸我不像吗 确实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虽然我也听说 那位全球首富是华国人 但是在我印象中 他也应该是个七老八十老爷爷了 四亚集团的前身 八维集团的创始人 也的确是一位老爷爷 他也是我的一位老恩人 爸 你也太厉害了 您才四十八岁啊 明明都退休 坐起了网约车司机了 怎么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全球首富了 难道您是继承您恩人的遗产 这件事啊 说来就话疼了 当初你妈毅然决然地 和我离婚之后 我决定创业 后来遇见了我一生的贵人 她就是江城的首富 叶霞家主 在她的帮助与支持之下 我跨入了商界 创立了四海集团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成功并非偶然 需要老爸的能力 还有贵人的服饰 这是不是就叫做机遇 叶老爷子 他一生无儿无女 他就把我当成自己的 亲生儿子去对待 他希望我在国外闯荡 去赚外国人的钱 然后再回来建设创建祖国 他说这才是男人一生 该成就的丰功伟业 就是因为老总的良口用心 才有了四海集团 今日的地位 请进 董事长 丑国那边传来信息 郭浩天乘坐国际航班 到达金海市 他可能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你一定要小心啊 做好一切准备 要让他有来无回 是 你等等 你们是双胞胎吗 我们是双胞胎 我是姐姐 我是妹妹 老爸 你眼光也太好了吧 两个妖头这么细 可得把握住机会 臭丫头 静一下说 你爸我可是正经人 张小姐 你误会了 我们是董事长 在孤儿院 利养的孩子 董事长是我们的恩人 也是我们姐妹俩 唯一的亲人 对 不管董事长有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以无法 上刀山下火海 亦不容辞 你们两个 你一句他一句的 说相声呢 行了 你们自己玩吧 中午你们三个 自行解决 要去见那个苏林雪 我人倒要被他勾走了 天哪 灵雪 你怎么约我来这种地方喝咖啡啊 咱们之前喝下午茶 不都是在地毫那种级别吗 这也太寒酸了 真是委屈你了大小姐 不过你不觉得 这很温馨吗 对啊 这里的咖啡啊 才叫做正宗 瞅瞅你们俩 一唱一和的真亲密 哎别告诉我 你们俩睡过了 哎你别胡说 我还在追大叔呢 我没听错吧 姐妹 你堂堂一个一线大明星 你怎么能追个网约 这个私欺 这也太要见了 张明 我问你啊 我是说假如 假如啊 你和灵雪真在一起了 你拿什么养他 我还炒炒股票 做点小收益什么的 如月 我不用大叔养我的 我赚的钱可以养大叔的 而且我都做好准备了 要当孩子的进母 就只等大叔 答应和我在一起 你疯了吧 你在说什么呀 你找一个网约车司机 也就算了 还是二婚 二婚也就算了 还有个孩子 这让你妈知道 不得打断你的腿 只要我喜欢 只要大叔愿意和我在一起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 张明我就不明白了 你到底给灵雪 灌了什么迷魂 他把它迷成这样 我问你 你有房吗 有车吗 房子是豪宅吗 车子是豪车吗 抽抽你那穷酸样 还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害不害臊啊 如月 你说话有点过分了 我叫你来 是让你帮我追求大叔的 不是叫你来拆台的 灵雪 我早日应该告诉你了 四海集团的张雨彤 就是我的女儿 你说什么 张明 我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敢在我面前 大言不惭地说 四海集团的老板是你女儿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你不会有神经病吧 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必要骗你 你这种话 偏偏没有谈过恋爱的灵雪 也就算了 我什么样的男人 你没见过 你这个渣男 除了会油嘴滑舌之外 还会什么呀 如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任雪你别管了 这件事情 我必须替你把关 免得到时候 你被这个渣男 骗菜骗色都不知道 喂 陈匹叔 是不是宇童这孩子 又给我闹出什么 妖格子来了 老总 巴菲特尔想因你喝下午茶 想跟你谈一下 联合合资三千亿 太空训练项目 不知道您有没有空 跟巴菲特尔说 我现在有一个 很重要的约会 等以后再约吧 另外 保护好宇童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 得受到任何伤害 是 不好意思 刚才工作上面有点事 行了 张女 别演戏了 你也不撒头 要照照你自己 看你这副球篮 要装什么装 打一个电话 就想让我们吸你的谎话 含三千亿 我看你那三千块钱 都拿不出来的 你以为你们家 开银行那张口就来 我就炒炒股票 投资点生意什么的 我的主业 还是开网约车 含巴菲特尔 你知道巴菲特尔是谁吗 巴菲特尔可是最牛的股神 连华尔街金融大神 顾浩天都敬仰的存在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会告诉我 这位就是顾浩天顾先生本人吧 告诉 就算大叔是网约车司机又如何 他就是我苏林雪这辈子 死心塌地爱的男人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不是我变了 是你变了 变得三观不正 变得虚荣心极强 苏林雪 我还不是都为了你好 我奉劝你别被他蒙蔽了 双眼不再骗了 这不是传说中的 华尔街金融资产顾浩天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难道 好久不见 难道 顾浩天是来见那个废物的 这不可能 他怎么会认识顾浩天 那个神秘般的大人物呢 好久不见呀 大叔 这是你朋友啊 不再说 哎 这位先生 你哪位呀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请不要打扰我们好吗 林老弟 你怎么和你娘们 也要开始学会不理人了 我跟你打了多少电话 你都不接 我只能亲自来拜托了你 你是怎么和斯雅军团联系商 那位神秘的商店棒 只能看上你小小的四海集团呢 我的名老弟 大叔 大叔 你真的是找我这个东西 之前我怕我告诉你 你会有所顾忌 才可以隐瞒 你们两个是不是没有把我当些人啊 这位是不是你的小女朋友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想干什么 怎么这么眼熟啊 哦 我想起来了 她和你的初恋情人 点着一模一样 难道你认识大叔的初恋 我是不是有多嘴了 哎小美女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男朋友居然没跟你说吗 你和她的初恋情人 几乎一模一样 说是双胞胎 以不足为奇 大叔 难道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是因为我长得和你的初恋一模一样 男人一定要事业为重事业为重 不要有什么儿女情长 顾浩天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 这次在背后对四海集团下黑手的幕后指使就是你 你这个卑鄙笑人 是我 又乃我何呀 没老弟 你居然让一个乳秀未干的黄毛丫头来执掌四海集团 你未免也太自大了 之前你创立了四海集团 如今我更加不会把你分费赢 如今我更加不会把你分财 今天我过来告诉你的是 不要以为你攀上了斯亚集合这么高 但是你的四海集团 已经是我顾浩天的郎中真误 却你毒药补之后了 现在认输 认输的太子 顾浩天 那我告诉你 多行不义 毕自毕 张铭 我给过你机会 到时候不要怪我心狠熟了 董事长 苏小姐 被查经的人接走了 你有什么事 给打电话吧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丢监控 找人 来 怎么了 气死我 没想到我居然长得跟大叔的初恋情人一模一样 哎呦喂 你就别气了 那 刚给你买个新手机 张铭不就是个开网约车的吗 你至于这么迷他吗 你什么样的男的找不到啊 啊 我就比他强多了 不过 你不知道 大叔居然是四海集团董事长 张雨彤的父亲啊 哎 哎 月薛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瞅我好晕啊 哎哎 月薛 月薛 哎 我终于得到你了 我终于得到你了 这金海的夜空 他真美啊 Boss 如今您算是达成所愿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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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抱负还远远不够 期待这次金海之旅 一切顺利 哈哈哈哈 明老弟 当初你夺走我的罪爱 现在我要让你好好地尝一尝 背带绿帽子的字 刘雪你知道吗 为了接近你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才应聘到经纪人这个职位 我早就想得到你了 这一天 我等得太久了 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杆钢 无数人为了上位 情愿被欠规则 可我在你身边待了这么久 你竟然不经过我的同意 执意要追求一个离了婚的老男人 就算他是四海集团 老板的父亲又如何 属于我的东西 谁也得不到 王福哥你滚开 你想干嘛 王福哥 你醒了 你越这样啊 我就越兴奋 你这个人渣 没想到你居然隐藏这么深 亏我还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灵雪 你是个好女孩 但请你不要怪我 我不想看到你将来和那个老男人睡在一起 我劝你乖乖的服从我 否则 我不能保证会不会弄疼你 哈哈哈哈 哎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这不是我报警吗 你以为这样就得唬着我吗 你现在呀 海泡喉咙 也没人就得了解 大叔 大叔 救我大叔 哈哈哈哈 来吧你啊 谁呀谁呀 你生死是吧 大叔 你总算来了 对不起我来完了 啊 啊啊啊跟你说是谁派你完害灵雪的 没有人派我来 我就单纯的像碎了灵雪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你还是不太聪明啊 你要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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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你够害呀 啊 你想要死是吧 知道老内钱是干什么的吗 干什么的 老内钱 练拳技的 那我都要试试看 好 这是你自找的 老的 老的给你拼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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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我什么都说 我说 我说了之后 你能不能放过我 来掉看的表现 你不就想知道谁指使我的吗 我告诉你 就是那个 全球商会联盟会长 顾好天 他说 是你的老朋友 顾好天 是的 还有呢 他说 让我睡了灵雪 拍下我们发生关系的照片 我发给他 然后 他就会给我十个亿 十个亿 就因为这点钱 你就要背叛灵雪吗 那可是十个亿呀 我们普通老百姓 一倍也赚不到啊 只要 只要我睡他一次 我就能得到 况且 苏灵雪 还是个顽笔直深的大明星 哪个男的 能精通这这种诱惑呀 你妈 真是无可救药 大叔 你还偷晕吗 大叔 对不起 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吧 要不是你 我恐怕就被 你没事就好 大叔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你初恋的故事吗 好啊 我和秋雅 原来是一对同作 当年高三的时候 我们被传早恋 甚至有留言说 她已经怀孕了 无论我们怎么解释 都逃不过 流言蜚语的折磨 后来 她被全退 我被留下观察 直到有年冬天 她出国留学后 我就再没有见过她了 那她现在在哪 她已经娶世二叔母娘了 对不起啊 大叔 没事 你不用放在心上 你们干嘛呢 乖女儿 多吃点肉 你看你都瘦了 张铭同志 你不要以为你是我老爸 我就不敢批评你了 张总 我来解释吧 其实 你闭嘴 乖女儿 其实老爸是想着 过几天的告诉你的 张雨桐 我和你爸 可什么都没有发生呢 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 我理解 你放心 我并不打算夺什么家产 当什么豪门阔太太 假如我和大叔 真的要领证结婚的话 保证不会分走张家 一分家产 而且我也会赚钱的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不能辜负 我老爸的一片真心 那就 一言为定 闹出人命也行吗 当然 只要高兴就行 到时候安排好 后面的事情 我们一份 苏龙四海集团董事长的 行 我这去就准 放肆 他值得信任 他只不过是一个妻子 我这叫爱把葫芦海岸磨牙 他晚上听到不善人了 要不 再多考虑考虑 我还挺想看看 大叔打葫芦磨牙的样子呢 我听着呢 别老说 白话 老爸 你就得亏你有一个 这么善解人意的好女儿吧 对了 要不今晚跟我去别墅住吧 我一个人住还挺冷清的 过几天吧 我们还有好多东西 也没有收拾呢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甜蜜了 我走了 小心 顾先生 苏龙雪的经纪人 被警方带走了 我们的计划又落空了 我猜 应该是你前女友老爸的事 怎么知道是他 我跟张明斗了那么多年 他可不是一个当先知 没有那么好对付的 难道我就这样认输了吗 在我的字典里 还没有梳子一字 四海集团的产业变故全国 他们又跟迅腾集团紧密合作 现在背后又有四海集团在撑腰 那拿什么跟他们斗啊 云飞 商场如赞场 不一定非要使用正当的商业手段 顾先生 只要能让我将张与彤踩在脚下 夺走四海集团 我赵云飞任凭你拆遣 闹出人命也行 小心 你们俩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老爸您没事吧 我也没事 老总要不要追 不用追了 一看就是郭浩天派人干的 那个郭浩天真的是木武王法 开始这么下三难的手段 难道他就不怕蹲监狱吗 商场如战场 为了达到目的 郭浩天可以不择手段 但是没想到 这次他竟然敢对你下手 放心 爸爸一定不会放过他 郭总 行动失败了 没关系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钱 张明那个小子从小就喜欢三大 一般人可不大 那我们怎么办 你还有别的计划吗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据财经报道 丑国华尔街金融之神顾浩天 做空国内短视频市场 国内最大企业四海集团首当其冲 使其股价大跌 四海集团能否挺过这次危机呢 马力啊 我们拭目以下 让在座的大佬 都看一看四海集团的股价 大家请看 赵云飞 你怎么在这里 赵云飞 你怎么在这里 张雨桃 我现在是全球商会联盟的副会长 我为什么在这里 人魔狗样的渣渣 就你还联盟商会的副会长 顾浩天 你是眼瞎了还是心瞎了 张雨桃 这里不是四海集团 请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说吧 顾会长 你找我来到底要说什么 我很忙 没空跟人渣在一个房间里 你 嗯 云飞 坐下 张雨桃 自从你接手四海集团以来 让他成为华国唯一一家 商会延伦成为 但是你的个人种种表现 让你帮你一些实用 张雨桃 四海集团的股价已经跌入谷底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 就在董事长的位置上 然后呢 张小姐 只要你无偿交出 四海集团旗下 海内外的短视频平台 我可以保证 让四海集团 在联盟的支持下 发展重大 否则 你和你父亲的四海集团 将被提出 商业力 张雨桃 四海集团在你手里头快要破产 你还有什么好笑的 没什么 就是看到你狐假虎卫这样子 有点可笑吧 你就尽管笑 待会儿 有你哭的时候 我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大老 给我顾某人一点点博面 让我有机会做空国内的短居市场 也祝我 拿下四海集团 只要不会牵连我们公司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会长您 一个小小的四海集团 怎么跟我们商会联盟做对抗 简直太不自量力了 看来傅会长这次要扔东四海集团 董事长的宝座了 首先我十分感谢 郭会长为我所做的一切 只要我当上了四海集团的董事长 我会把国内外所有短视频 交给顾会长打理 然后再把所有的产业 都会交给在座的各位 不知顾会长 您意下如何 玉飞 你安排得很好吗 张小姐 你回去跟你父亲说 我保证 让你们父女两个离开得体面一些 Boss快看 四海集团的骨架回升了 这不可能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 看来还是不了解我父亲的实力 陈秘书 全力收购四海集团 后悔无期 张语头 我们走着瞧 大叔 我跟妈妈说今天要带救命人回来 他一定是你啊 高兴坏了 老张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来 妈 你少喝点 你都喝醉了 没有喝醉 老张 你看 我们年纪也都不小了 不如 你们大伙过日子吧 这样 你姥姥也有个伴 好不好 初来 你早点休息吧 我也该回家了 不要走 你知道吗 我还有好多心里话 没理事 啊 吃点 疼 你忍忍吧 马上就过去了 哦 你干什么呢 张明 下流 你多少岁你不知道吗 就算你对明显有恩 也不该做出这样的事情 妈 你误会他了 其实大叔不仅仅是我的救命人 他还是我男朋友 什么 男朋友 难道你们 没错 我和大叔已经在一起了 我不同意 别人可以 就是你张叔叔不可以 大叔怎么不行了 因为你的亲生母亲 就是你张叔叔的初恋情人 王秋雅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妈 你在骗我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骗你 你母亲生下你不久后 因为长期受到你父亲的家暴 导致你母亲得了抑郁症 在你没有满周岁之前 便跳楼自杀了 初来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秋雅最好的闺蜜 秋雅跳楼的前一天 她叫我去喝酒 她向我诉说了 她所有的委屈 包括对你深深的思念 她怎么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 那年 她留学归来 为了替她吸血鬼的父亲还赌债 她被迫 相亲 闪婚成了一个暴力男的妻子 能听她说心里话的人 只有我 那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会嫁给那个暴力男 为了调查你母亲 死亡的真相 也为了保护好我闺蜜的亲生女儿 我必须嫁给她 那个男人 从小对我又打又骂 他又好赌诚信 我宁可不要这种父亲 妈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我的乖女儿 由你这句话 足够 张明 我可以不阻拦你跟我女儿在一起 但是你要向我发誓 你要永远永远的宠爱我的女儿 你要是敢欺负她 跟你拼命 初来 你放心 我会永远照顾郝林逊 老爸 出事了 咱们四海集团的海外短视频平台被封 海外所有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了 明老弟姐 相信你已经收到消息了吧 现在我不仅想要短视频平台 我还想要整个四海集团 只要你把它交给我 我会考虑放你呢 你以为你耍连手段就能赢了吗 顾浩天 我告诉你的好日子不多了 你呀 还是老毛病就是嘴硬 好啊 那我们拭目以待 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到时候不要柜子来秋啊 万里啊 计划进展如何 我们找的水军发的短视频 已经上了热门 张明和苏林雪的验照 已经被全世界管住 舆论已经对四海集团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很好 另外我们整个联盟成员商会 联手封敬的四海集团的 短视频海外平台 和所有的海外银行账户 相信最迟明天下午 四海集团的股价将彻底公开 张明 这就是你和我顾浩天 作对的代价 看看你还有什么招数反击我 请整个联盟组织的力量 去抢占全世界风格的 短视频和短矩市场 我们的势力还远远不够 目前我们的目标 只需要通病四海集团就够 这一次就算张明再厉害 恐怕也无力回天了吧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四海集团只不过是最为了 就算背后有四海集团给他撑腰 又有何妨 四海集团 我们吃顶了 Boss 马力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 Boss 四海集团已经倾尽了数万亿的资金 解封了海外短视频平台 并联合了各大投行 全面阻击您的大恒国际集团 大恒国际集团旗下的多个产业 已经被四海集团强势收购 你说什么 目前四海集团的股价再次上涨 而您的大恒国际集团 已经欠下数万亿的银行贷款 临临破产 老爸 对不起啊 四海集团不仅被贴出了全球商会联盟 还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有你老爸我在 你还怕那个顾浩天吗 我不是怕 我是担心您的四海集团会受到牵连 毕竟您要对抗 是整个全球商会联盟组织 那意味着对抗可就是全世界啊 咱们跟他们的力量学术也太大了 傻丫头 你老爸我就不会留一手吗 你是不是好奇 顾浩天为什么一直在对您 为什么他一直针对四海集团 是因为您 这不是苏林雪吗 不对 这不是您高中的时候照片吗 你们怎么会认识 这个女生啊 她叫黄秋雅 她是我高中同学 顾浩天呢 她是我大一级的学长 准确的来说 我和她不是朋友 她是我商业厂的地 Boss 您再看看四海集团短视频账号吧 正在全球直播 张总 您对海外短视频平台被多国封杀这件事情怎么看 难道真像网传的那样 四海集团短视频的APP会窃听又护隐私有安全隐患吗 那些消息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意诽谤 是某些不良企业忘图抢走我们的爱 而使出的下进手 跟强调武器 苏小姐 您和身边这位张先生是恋人吗 网上爆出的艳照是你们了 你被称为第一玉女转门 为什么会拍这么火爆的艳照 这个问题就我来回答吧 网上所流传的照片全都是批的 我们已经报警并且抓住了十座俑者 此人就是被海外的大红国际集团所收买 妄想恶意抹黑我和苏小姐 既想毁掉苏小姐的演艺事业 又想抹黑四海集团 对于我和苏小姐的关系 大家猜没错 我们是恋人 而且我们快要结婚了 另外自我介绍一下 我张明 就是斯亚集团的董事长 我张明 就是斯亚集团的董事长 还有什么疑问吗 斯亚 求你 放死 不好了 我们竞标的一座海岛 被斯亚集团夺去了 斯亚集团 你确定是那个奇小有众多投行和基金的 斯亚集团 对没错 我们大红集团竞标失败了 股价大跌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放死 斯亚集团强试入局新能源 哎呀 斯亚集团太过可怕了 靠我们的力量 永远无法和斯亚集团对抗 看来 事实够成立 钱就烧毁了 看来我真的低估张你这小子 会长 我们该怎么办 去道歉呀 要不然我们所有人都得脱船 铅 先 明老弟 哈哈哈 谷浩天 你这个缩头鲁只会躲在背后捅刀子 现在还敢出现在这里 你是不是找死啊 凌雪 你不是要给你妈妈上坟吗 于彤你跟她一起 你们上完坟以后 晚上咱们一起吃大餐 好 去吧 再见 啊对 林老弟这渊源相报何时了呀 看在我们是老同学 老朋友的份上 能不能放过好天一妈呢 成吗 放过你可以啊 那你必须得跪下来求我 林老弟 你不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你听过一句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道理吗 你连下跪都不肯 就想让我放过你 你是痴心妄想吧 你是痴心妄想吧 走 等等 可以吧 可以吧 现在你知道跪下来求我了 晚了 郭浩天 你给我听好 我会让你们全部 倾家荡产 张米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底牌可打了 还是不了解我 你有什么底牌尽管放出来 我奉险 我奉陪到底 当年四海集团遇上金融危机 你表面上呢 是在帮助四海集团 而背地里呢 却坐着想吞并四海集团的鬼主意 那些被你吞并的独角兽 哪个 不是最终淡出人们的视线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啊 明老弟啊 你是真傻 还是在我面前装傻重愣 我说过 商场如战场 我当年是巨资收购那些企业 不是为了法子 我要扫清像你一样的竞争对手而已 非良性竞争骄傲死他 最后你只能是自食其果 好一个自食其果 我顾浩天之所以能稳坐 全球商业联盟会长这个位置 不是靠耍嘴皮子 是靠实力 和头脑 全球商会联盟 一群乌合之众 你们是不是喝了河废水 把脑子给喝傻了 一群书 你死了 死完了 哈哈哈哈 后会有期了 哈哈哈哈 张先生 你的女儿 跟你的小女友在我们这里 一个人过来 我们是时候做最后的了断 我 云飞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 想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吧 云飞啊 你醒醒吧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高中毕业的眼 但你知道我跟张雨彤在一起的事 你可是狠狠地甩了我一个耳光吗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记住 这一记就是八年了 我变成现在是吗 全都是被你所赐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我把女儿和家都托付给你 让你做四海集团的副总裁 我给你股份 好 很好 好到我现在也被赶出四海集团了不是吗 云飞啊 你被顾浩天洗脑了 他不是个好人 你醒醒吧 这些都是你逼我的 刘雪啊 既然你这么恨我 现在你只要放了凌雪和雨彤 对于我要杀要管 我西听尊便 过 你来选 这两个你最爱的 谁能活 谁能死 你决定 哦 看来他们两个有话要说 那你们自己争取一下 赵云飞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王八蛋 你不得好死 赵云飞你要是个爷们你就不要动我爸 要杀就杀我 与佗你别乱说 老爸 我这辈子是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当初没有听您的话 跟这个人家谈恋爱 差点毁了四海集团 第二个就是 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好好陪过你 是女儿不孝 好一出清情大戏 我好感动呀 顾浩天 这幕后主谋 果然是你 是比人我呀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有底牌 我有底牌 你就是不信 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嗯 你们家的亭果又大又甜 我早就想来吃了 我真没想到 你为了对付四海集团 竟然使用这样的下三乱手段 你真是厚颜无耻 啊 把四海集团的股份 全都交给我 我考虑 给你和你的家人 全是 我张某人生死早已看淡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家人 如果你敢动我的家人 我一定让你卸占卸成 我好怕怕呀 张鸣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你和你全家人的性命都张罗在我的手里 狠狠 小张 小张 小张小秋雅 太美了 过天 你不要动我的女人 你要是个男人 就光明正大的冲我来 可惜我不是呀 我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君子 告诉你一个秘密 秋雅当年她不是自杀 是我奸杀的 哈哈哈哈 是你杀了秋雅 当年在国外流血的时候 我百般的讨好她 可她脑子里装的都是你 她一次一次拒绝我 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啊 我比你差在哪儿了 我追她追了好多年 她始终对我不为所动 这就是你伤害秋雅的理由吗 是 但也不是 在回国之前 我曾经迷勤过她一次 我原本以为她会回心转移 爱上我 可我没有想到 她居然回国散婚 我为了报复她 我也偷偷回国 在我强奸她的时候 秋雅好久不见 我太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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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天 你不要这样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 我可是你第一个男人 你不能拒绝我 嗯 嗯 我老天 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求求你 不要再缠着我了 没经过我的人血 谁让你结婚生孩子的 你说话 你说话 你说话呀 啊 老明 你猜到什么 我居然不小心把她给掐死了 我掐死了 如果她当时跟我好 我怎么会伤害她 我怎么会实际上害她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找了一个和丘雅 硬过去叫你小女朋友 可见 你还是没有忘记丘雅 老邓老天打雷兽 怎么没给你劈死呢 动了我老爸的初恋情人 现在还想动我老爸的女人 你 臭丫头 闭嘴 臭丫头 我待会再收拾你 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你杀了我亲生母亲 还在这无法无天 你有本事把我也杀了 我怎么舍得杀你呢 我要把你慢慢留起来 当奴隶死后我一辈子 郭老天 你当那你还想对你的亲生女儿下手 她是你和黄秋雅的亲生女儿 你说什么 不可能 我没有必要骗你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苏灵雪和黄秋雅 就长得一模一样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时候秋雅刚生的孩子 不足满月 可惜 你真可惜 受伤 秋雅这么好的女孩子 你是怎么忍心对她下手的 你知不知道 强奸一个刚生满孩子的女人 是多么多么的刺激 我为了摆脱嫌疑 我把她的衣服把关 从酒店大厦 就扔下去 我对外宣称 她是因为抑郁而自杀的 黄老弟 你说我 是不是很聪明 太聪明呀 哈哈哈哈 你会遭报应的 报应 报应在哪 报应在哪 这都是她咎由自取的 如果她当时跟我好 我怎么会伤害她 我怎么会实际上去伤害她 为什么她和黄秋雅 长得一模一样吗 大叔 这不可能 我是苏家人 他不可能是我的人家父亲 我也不希望是真的 但是的确是事实 张明 不要编故事来拖延时间 我可以告诉你 我根本没有生育能力 你的不孕不育症 并非是真的不孕不育 只是万分之一吧 你是东西 难道你是神医在世吗 我只不过是一个网约车司机 也不是什么神医在世 当年跟你诊断了叶医生 他是我的顾脚 我这样说的话你能明白吗 张明你不要编故事来 你以为你这样子 就会有人来救你吗 痴心妄想 有没有人救我不重要 但是我想让你明白 放下脱刀回头实案 我告诉你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别跟我废话了 赶快告诉我 大叔 他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能证明 我能 我能证明 你 你怎么 我是奉张先生的命令 来这里保护他和他的家人 原来你是张明安插在我身边的内鬼 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 我是替张先生来铲除你这个社会败类 才会委屈求权的卧底在你身边 搜集你所有的犯罪证明 张明 真可耻 居然阴暮 这就是你的报应 但我没有想到 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恶徒 竟然能在商业界叱咤风云几十年 是时候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了 大叔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这个人他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 没错 我这里有苏小姐和顾浩天的亲子鉴定报告 我顾浩天有后了 我顾浩天有种了 你放骗 我不是你女儿 我怎么可能有你这种败类父亲 顾浩天 你束手就擒吧 现在你的大恒集团 已经被国际的四大银行追讨万亿欧元债务 你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那又如何 你别忘了 我只要拿着你这小面就够了 只要我随便动动手指 你先死 云飞 动手 老丈人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资格争效 以后也都没机会 张云飞 你要杀就杀我 你不要动我爸 张云飞 你放开大叔 动过闭嘴 啊 这一拳 是我替秋鸭打的 你隐藏的真实啊 如果我不忍你上宫 我怎么可能忍你这么久 张明 你不要太得意了 你要知道你的初恋情人 你已经让我睡 而且睡过不止一次 你现在这样不爽 让我顾某人 这辈子太直了 在我心里永远是个loser loser loser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个loser loser loser 顾浩浩天 你也许永远都不会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些东西 比今天还要重要 那就是亲情 哦对了 在这个客厅里 我已经提前安装了几个摄像头 再加上 你倒卖军火 这受假药 等相关犯罪证据 你和赵云飞 下辈子 在监狱里度过吧 痴心妄想 这么说 我现在不会说 以后也不会说 他是你和黄秋雅的亲生女儿 你说什么 他不可能是我的人家父亲 大叔老婆 终于结束了 太好了 这下终于可以退休了 大叔 这些人是你惹不起的 你快走 别管我了 如果我说我是他的男朋友 你可以网开一面吗 退休好呀 那我们就可以要孩子了 老公 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男孩 你怎么来了 宝贝女儿 领证这么大的事 我当然要亲眼见证一下了 哎 还有你小张董事长 你不好好在你的公司里上班 你跑过来做什么事呢 我和楚阿姨 当然是来亲你们一起 去吃火锅呀 哈哈 好 我们 我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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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